美国也有这个 他叫 然后他也是一模一样 他在芝加哥 然后我觉得很夸张 是因为美国的服务生 是很辛苦的 他们就很nice 因为他们需要你的小费 对不对 他们如果没有你的小费 他们就赚不到多少钱 所以其实这个餐厅 也是跟他的餐厅一样 他就是很好吃 分量超大 你看美国人真的很胖 是因为他们吃很多 所以其实他们的汉堡很大 薯条很大 每个东西都很大 可是 你去那边他就会一直侮辱你 你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很nice 你说你好 我只是想要这个 你真的是一个 他就一直会翻白眼 你看薄里就演不出这种感觉 对 这个就让甲斯汀多适合 对 真的 可是因为美国人很喜欢反凤 所以超级喜欢反凤 所以他们就一直想要去这种餐厅 找麻烦 或者就被骂 被骂得很爽 就会觉得 就不知道 觉得这种店在日本开得起来吗 我开不起来 开不起来了啦 可是我很好奇 你说他们靠小费 结果最后搞成这样 他们小费还给得出来吗 没有 是因为 因为人就是有这个期待 他们可以被侮辱 他们可以被碰住 给侮辱越凶 你的小费越高 所以像SM的概念嘛 打越胸 可以被侮辱 可是没有打架的风险 因为他们都是造势故意的 所以可以讲很多的都不会到打架 我觉得台湾开这种店应该会打架 对 而且店长就是甲斯汀 就是甲斯汀本人 那为什么叫这样呢 因为 这是一个家庭料理 它是一个家庭料理的一个餐厅 家庭的 它叫La Paro La Cha 然后这个家庭料理呢 这个脏话是什么意思呢 脏话 就脏话 就脏话的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老板从一开始 其实他态度非常非常的差 他从一开始都很容易 常常做菜的时候 他会骂客人 骂客人 但是他有发现 有时候客人走 有时候客人会笑 所以他们慢慢说 可以做一个点 然后他就把名字改成La Paro La Cha 然后他现在 如果你去那个餐厅的话 都是一个很好吃的 意大利面 然后他就是这那个什么 任何就是意大利披萨 家庭料理 然后他那个老板 一直一进补煮饭 老板站在客厅 站在那个大厅那边 拿着麦克风 然后骂大家 就是 你就是叫客人进来 然后他就看你 你这个白痴 你去哪里啊 坐那里啦 然后如果你知道 如果你是 但是因为你进餐厅的时候 你看到的餐厅叫彰化 你已经去 可是海光林 它不是海光林 但是一个不能讲 对 他会讲一些不能讲的东西 第一个 你一定去马上被骂 马上 所以这家餐厅 整家餐厅 如果一有舒压 只有老板一个人啊 可是老板 对啊 他怎么讲海光林 我想听 你说彰化的部分吗 对 比如说他们有些人进来 把Astronzo Astronzo的意思就是 类似 王八蛋 王八蛋 王八蛋这样 之类的 但是比较难听一点 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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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 吓 真的假的 然后你就 如果你知道还OK 如果你不知道 你会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如果这时候 走进来是黑手党的 哈哈哈哈 对嘛 就是 对 就是这种冒险是有啦 突然来 欢迎光临 对 对了 欢迎光临 对 谢谢 对 你好适合演 柔柔哦你 但是 重点是 重点是有新的客人 里面有很多人 新的客人来 他们进来 被骂 餐厅里面的人都笑 哦 所以你说是家庭的 家庭餐厅 是啊 是啊 那小朋友也可以去吗 哦 可以啊 可以啊 就餐厅 小朋友也可以 可以啊 因为意大利 在罗马 罗马其实属于 大家都讲很多 脱脏话的地方 小朋友也被骂吗 跟纽约一样 跟纽约一样 我要讲的是 那个新加坡的 那个码头边 我跟你讲 因为你知道 有时候观光客去那边 他很多吃的嘛 那有一次我们去 我们朋友就说 我们刚吃了那么多 这家螃蟹非常好吃 一定要去 超好吃 而且你没有定位 你要等非常久 我们想说 那就吃个宵夜 去尝一下味道 我们大概从 站到那边到进去 大概等了两个多小时 你没定位啊 我们就是零食 去到那边 等了两个多小时 那你知道因为是宵夜 所以我们只 我们大概去八个人 然后只叫了几样菜 然后三道螃蟹料理 你知道那服务生 看到我们叫三道螃蟹料理 他整个脸很臭耶 为什么 他就说 你们一定吃不够 三个不够啦 三只螃蟹 八个人怎么够 他就一直讲 我说不是 因为我们刚刚在那边 已经吃了 然后他整个态度 就让你觉得 你怎么会叫这么少 因为太多人排队 他觉得你叫三道螃蟹料理 然后做他一桌 然后你知道 你看到旁边每一桌 天哪 少说都五六字 你知道整桌都是螃蟹 你知道我们那天吃完那一桌 心情会不愉快 因为你就觉得他瞧不起你 然后你知道买单买了多少吗 真的啊 三只螃蟹 然后再加一些其他几样菜 其他几样菜都不是螃蟹料理哦 超贵 然后你知道我一出来 就跟我老公说 我们这样都一万出了 那其他桌 可是我们上次去 少说两三万耶 我们上次去 是一大桌 至少二十几个人 也是一万多啊 不可能 真的 而且 那边去他服务态度超好 真的假的 真的啦 因为但因为我们有先定位啊 我们有先定位 然后也没等 所以我对 所以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没有定位 然后等了很久去到 可是也不可能啊 对啊 你是多久去的 还蛮久以前的啊 我大概也是五六年前去的 还是钟平哥把隔壁桌的单也买了 没有 我那餐吃完 因为那餐是我们后来去付钱的嘛 那我付完之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为什么这么贵 因为这家是吴依林老师推荐我们去吃 他说一定要去吃 然后我吃完我就超好吃 很好吃啊 真的很好吃啊 所以你们那么多人跟我们这样 点是一样的价钱 而且我们还有点酒 天哪 可能是被怪干了啦 你看你都不愉悦 气扑扑 其实我们日本也有啊 也有什么 恒兵拉面店 一开始这一家是为什么那么红是 他会骂人 这个老板很凶哦 而且这个但是不像那个你们的 是不是从意大利过来的 没有没有 他们不合理的骂 但是这个老板很凶哦 但是比如说 噴香水的女生 你又想谁 噴香水是不是 走开 为什么不能噴香水 影响到味道 然后人家比如说 手机如果没有那个精英 是谁的电话 走开 不用付钱去 走 走 不用付钱耶 那当好要快吃 我说就叫人家打开 吃到一半耶 Money你现在打给我 你们这一线啦 就是你啊 你们这一线是白吃白喝的 我也愿意被骂耶 不是不是不是 但是这家电视 一开始那个老板很凶嘛 所以很多媒体有采访他 但是他对采访的人也很凶哦 我谁教你站在那里 就是他认真凶 但是问题是 味道非常好吃 打白藏龙 然后从这家开始那个 加系列的 很冰系列的拉面就开始流行 哦 连那个 Benzen泡面的 7-11有卖 非常好吃 那我买这个牌子的时候 7-11店员会对我凶吗 没有 怎么可能啦 怎么可能啦 但是 现在这个老板就是Benzen现在 艺人啦 后面就是真的变艺人 真的假的 搞笑艺人吗 还是 没有啦 常常常同高那一种的 然后就是一开始 一直妈妈妈妈妈到红 拉面店赵哥 哈哈哈哈 有可能哦 对啊 就是一直骂脏话 但是这一家真的很好吃啊 之前啊 就是在美 就是在旧金山有一段时间 我们很喜欢去日本城吃东西 然后那一天有一间很有名的 就是吃寿司生鱼片的啊 老板也是超级凶 然后怎么讲 我们之前去的时候 然后我朋友就特别跟我讲说 这间很好吃 但是你手机请关静音 不然到时候如果你手机一想话 老板会把你赶出去 我不信你知道吗 就后来进去的时候 我们那天真的当场就看到 有人在讲电话 因为有的是老外会去那边吃嘛 就他真的就是接了电话在讲 老板已经先等他了 然后后来他继续讲 然后他直接被赶出去耶 就是你们那个 如果 而且也不太能聊天 如果说你跟他就是跟朋友 就你没有很认真的在吃他的东西 你再跟朋友聊天 他也会等你 对 咖啡好大哦 可是他东西好好吃哦 有这么好吃 很好吃 应该的啊 对 哪一家啊 在日本城里面 然后我不知道我朋友带我去 后来我们就常常一直去吃 我觉得日本有很多很奇怪的规则 日本城 旧金山日本城里面去住 他有一家拉面店很好吃 是啊 然后他好像不给你 反正 比如说我们好像是 比如说点了面 然后想要再加面 他也不给你加面 一个人就一碗 这种无聊的规定这种 哪有无聊啊 他没吃饱怎样 这个他我朋友了 你在加什么东西 你说一碗拉面 不能加面 当然啊 为什么一碗拉面不能加面 真的啦 那个 因为第一个 你比如说 这个拉面有没有 就是那个加面 加面的习惯是重复刚开始 那面条不一样 那意思是现在是完整的一个 对他们来的 包括你刚刚讲的 日本料理也是 对舒服来的话 一个是他们的作品 所以就是希望是好好 那个珍惜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你刚刚讲到拉面嘛 这个拉面应该是 面是粗一点点的 那如果加面的话 它的味道会变 所以他不建议 就是说不接受就是加面 或许那个什么就是 你刚刚讲的嘛 走到一半的时候 要拍照啊 讲电话这件事情 希望是大家就是好好吃 好好吃 把它吃完就这样 那我们就吃饭 就是没有吃饱啊 那你吃出泡面啦 你已经到那边 那个就知道 你不用去吃啊 你看失误的选择那么多 想要吃点好东西 真的要付出一点 真的 有时候活受罪 也许吃到美食 但是心里面还是暖暖的 对 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谢谢 我们来分析一强 下次见 拜拜 拜拜